第一期的后期已经出来了 第一期的后期已经出来了 效果非常不错 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 趁热答题 那个第二期 好吧 大家要有什么想法 都听一听 你先说 吴总 您就别再折磨我了 您看看都十点多了 哪有什么想法啊 我都饿断片了呀 吴总 您让我吃顿饭 我那想法蹭蹭地往外蹦 人家这九零后的小姑娘 都微炒没染呢 你 你个四零后让什么你 谁四零后 不过打儿 说句老实话 如果你捡点棒 应该不难看 我还要捡啊 别逗了 我妈都说我瘦了 行 咱们说正经的 谁说说 我约了一个批发市场的主管 看看能不能拍摄人家的 运作过程 吴总 是这样 我跟女主播风云的外联负责人 已经联系过了 但是导演现在还没有点头 我这边呢就是等通知 好 那你可别给我断片盯住了啊 别拖大伙后退 您让我吃顿饭 我保证不拖后退 又来了您 真饿了 我 那怎么着 咱们今天就这样 散会 先喝 走吧 什么意思 吴总 嗯 你答应大家 请吃宵夜的呀 我还真差点零话呢 就这事记得清楚是不是 对啊 好 咱走 走 走 晚上晚上等你那一夜吧 请进 雷大夫 你好 我是运营小学的老师文丽 来来来来 请坐 请坐 好久没见了 好久不见了 我今天来啊 主要是代表学校 来感谢医院的 哦 你们那么关心小朋友 这在社会上 是有很好的影响的 哦 对了 还有这些画啊 是我们学校的小朋友 为了感谢你们医院的 叔叔阿姨画的 好 我来送给你们啊 哦 哎呀 哈哈哈 画得真不错 哎 你看 这还带红十字的呢 哈哈哈 真不错 真不错 哎 我想我们会把这些画 放在那个儿童课里头 嗯 到时候让孩子们感觉到 这个像学校一样 活泼轻松的这个气度 哎 这样呢 他们就不会 再怕我们这些医生了 对对对 现在啊 有好多小朋友 就害怕看见你们这种 穿八搭裤的 哈哈哈哈 还行 哎呀我这老师上见 太有趣了啊 哈哈 我还真没见过像你这样 性格活泼可爱的 你这些老师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说你的那些 学生跟你在一起 一定是 那些小学生啊 是啊 呦 呦 先生 您怎么来了 我不知道你这儿有客人 那我先走了 哎 等等 你是那个 被网络评为 最佳女主持人 永续网络的好心 没错 正是 哎呀我是你的粉丝 哎呀 你给我签个名吧 我见到你我太激动了 哎呀我真没想到 我能在这儿见着你 你本人真好看 哎 哎你来医院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雷大夫 我不打扰你了 你快快快 好 快给她看看 你误会了 她是我太太 她有没有病 我比你更嫌知道 您太太 天哪雷大夫 那您太幸福了 有个这么漂亮的太太 过奖了 那我怎么称呼您呢 我 哦 这个是玉音小学的文力老师 嗯 前些日子呢 我们医院组织了一次 为学生的免费体检 她是代表学校 来感谢我们来了 你看 还花了这么多花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好 你好你好 哎 我有一个好姐们 跟你在一个地方上班 你肯定认识 谁呀 桑依林 认识吧 桑依林啊 大人认识 你们俩是姐妹 哎呀 那是我闺蜜 感情特好 我们俩 那别站着了 坐下聊吧 快点杯水 哎 谢谢啊 这么晚了 你找我干嘛呀 哎 嗯 有人找我拍广告 你说我要不要去啊 谁找你拍呀 就是你们公司那好心呗 啊 你怎么跟她打个招了 今天我代表学校去医院 感谢医生的时候 没想到那个医生的老婆 就是好心 她觉得我特别合适 你怎么跟她打个招了 哎呦 哎呦 她特别想让我去演 你说我怎么办呀 是给我们永续拍吗 这我还不知道 哎 你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啊 你问我干嘛呀 你怎么想啊 哎呀 我 我挺纠结的 你说 拍广告吧 我挺感兴趣的 但是 我也没这方面的经验 所以 这有什么拍好拍不好的 你喜欢就去试试 我支持你 真的啊 那行 有你精神上的鼓励 我肯定没问题 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啊 这次我先挂你电话 你看这些大牌服装 就是不一样 从做工啊到面料 都特别讲究 款式啊也特别大方 是啊 不过花那么多钱 让我买一件衣服 打死我也不舍得 那你挑一件吧 我送你 哎 那可不行 我怎么好让你给我破费呢 跟我还客气 我呀 自俩第一次看见你 就特别喜欢你 就觉得咱俩一定特别有缘 真的啊 星姐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也是这种感觉 我看着你啊 就跟第一次见着桑依林一样 我一直把你们俩当妹妹一样 但是这依林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这三年前说走就走 害得我惦记她好几年 星姐 这事你千万别生她气 那个时候她刚跟她男朋友分手 后来又 后来又出了点别的事 她临时出国真的是逼不得已的 她男朋友 出什么事啊 这个 这是她的私事 挂也不好八卦 也对 她做这个决定 肯定是她自己的原因 嗯 这么说你答应好心去拍那条广告了 那我怎么办呀 你说好些人那么热情 她对我又那么好 我 我怎么好意思拒绝人家呀 她这人是挺热情的 工作起来也特别认真 就是她这个为人处事吧 总是让人很难接受 女强人都那么强势 说话快言快语的 不过她老公雷姬强 性格倒挺随和的啊 两个人还挺互补 挺幸福的 你别总羡慕人家呀 你也赶紧找一个呀 让我也羡慕羡慕 你当那是上市场上 选萝卜白菜那么简单呢 要不这样 我呢就放你出去 随便找 你先使劲找 实在找不着 你就回来找我 咱两个过 你看行吗 咱俩可真不是一个路子啊 说不定明天 您就跟那个吴总好了呢 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啊 说着说着不好好说话了 行行行 希望我是胡说八道 行了行行行 喝咖啡 喝咖啡 来 喝水 你回来了 妈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董事长今天又晕倒了 所以我们一早就回来了 又晕倒了 妈 这月就晕好几回了 不行 妈 咱现在就整个医院 我带您好好检查检查 检查什么呀 上回在美国不是彻底检查过了吗 就算是恶性肿瘤 也不至于恶化这么快 我不检查 我不想吓着我自己 我知道您不愿意去医院 那这么着 您这几天别上公司了 好好休息休息 你让我不回公司不上班 佳和要是倒闭怎么办 且不说那是我汪家的家业 还有几百号人哪 让他们下岗失业 说得多容易呀 我就是还有一口气 我也得撑下去啊 你这又不上医院又 放心吧 有我在的 我会照顾好董事长的 又叫董事长 不是说好了叫阿姨吗 汪阿姨 我爸以前没叫过的 都还给您好吧 海斌啊 我 我怎么想突然吃点甜的东西 你去帮我跑一趟埋着回来 成 我这就去 你 我不知道您爱吃哪种啊 你找不着的 来 佳佳 你陪海斌 你知道我爱吃什么 去吧 去帮我买回来 带海斌 不用 不用 您就告诉我就行了 不知道 真不用 佳佳你知道我爱吃什么 带海斌去给我买 不 那就麻烦您给我跑一趟吧 好 让我们去吧 来 把这个拿给我吧 拿着拿着这个不好看 好 我妈真是用心良苦啊 怎么呢 你说怎么呢 太明显了吧 也许是在最近身体老出状况 怕没有人能够追手家河吧 两回事 婚姻如果像做买卖那么简单 那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 就 侃侃万分啊 不瞒你说 我和我老婆就是被我妈这么缩合的 当时我们认识才一个多月吧 也可能是了解不深 所以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 再加上我个性强 不愿让人家说我是吃软饭的 所以在永续 一下子干到了今天 但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起 我老婆就和我 她不理解你吗 我也说不好 反正从那时候起 我们就 份儿特别多 多得让我应接不暇 所以说 你不想从岛覆车 什么意思 光阿姨想撮合我和你 但这让你想起了很多 不开心的回忆 就是说你不接受我 不是因为我不够好 而是因为你不想走回头的路 是这样吗 那对吧 你怎么看 反正站在我的立场来说 我是绝对不会为了工作 而赔上我的婚姻的 算了不说了 我们赶紧回去吧 要不然 汪阿姨她真的以为她成功了 我觉得你确实是一个 非常聪明的女孩子 聪明有什么用 有些时候 有些事情看得太透 受伤的反而是自己 好 那就让咱们难得糊涂吧 走 走 走 进 海边 海边 有个事情跟你商量一下 你说 吉祥认识一个药厂的老板 广告的事 他跟你说了 这事你怎么看 我没什么意见 但我觉得这这个广告 风险比较大 得谨慎点 是 所以我考虑 这活让咱们永续广告部接下来 这样可空性大 风险也可以降低 你觉得呢 我跟老总说说看吧 好不好 拜托你了啊这事 走了 好 文丽 是我啊好心 在忙吗 没事 你说 我是想今天下班以后 咱一起吃个饭吧 商量一下拍广告的事情 好啊 我们在哪儿吃 那个下班以后 我开车去接你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客气什么呀 那一会儿见啊 好 再见 你知道文丽帮好些 配广告的事吗 这事我听说了 我是觉着 这文丽是老师 这广告万一出什么问题 是不是对他影响不好 好 要不这样我回去跟他说说 把你的意思转告给他 你看行吗 行 你跟他说 就这事吧 嗯 嗯 嗯 疼哪儿去啊 来 尝尝这个 听说这个挺不错的 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 你呀 太瘦了 这依林跟你一样 也那么瘦 欣姐 你人真好 依林由你照顾 真的是她的夫妻呢 那也是因为 她自己有本事 有能力 再加上吴总 又对她那么好 她现在有男朋友吗 她现在有男朋友吗 好像没有吧 这么好的姑娘 怎么会没有男朋友呢 是不是她要求的条件太高了 我跟你说 还真不是 她呀 就看感觉 看感觉啊 嗯 这年头感觉能当饭吃吗 就是呀 你知道吗 她原来那个男朋友 真的是要房没房 要车没车 脾气还特差 工作又不好 那依林都一股脑袋 往里钻呢 这件事 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 她以前的男朋友 是干什么的 什么样的用她 哎呀 别提她了 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跟你说啊 就一小白脸 你也多吃点 你跑哪儿去了 我都给你打一天电话了 哎呦 我今天逛了一天街 都快累死了 妈妈太吵了 我没听见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 你逛街怎么不叫我呢 我跟好夕 他还请我吃饭来着呢 你怎么样了呀 我今天逛了一天街 我能怎么样 我就正常上班呗 你别跟我装糊涂啊 我说的是你跟吴海斌 你们俩发展得怎么样啊 哎 我告诉你啊 你千万别在新姐面前 瞎说八道 要不然她传到公司里边去 我还怎么做人啊 哎 我文力 是一个随便乱说话的人嘛 那不可能的 你放一百个信啊 有个事我提醒你啊 今天吴总让我告诉你 你作为一个人民教师 去做药品广告好像 不太合适吧 他怎么忽然关心起我来了 人家关心你不好吗 真是好心当驴肝肺 好 那你替我感谢他 你告诉他啊 对于我未来的前途 我比他更关心啊 今天人家好心 都已经把广告台词给我看了 我基本上演的 就是一个不经把 就算有什么事 也跟我没什么关系吧 而且那个药厂的老板 不是雷大夫的朋友吗 不靠谱的事 雷大夫怎么可能让他老婆干呢 那不可能 行了 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自己的事你自己考虑好啊 我还得看明天拍摄稿呢 好吧 拜拜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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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备好了吗 我已经催他们了 很快就过来 好 好 记录一下啊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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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总 您可是稀客呀 我有吗 大家最近辛苦了 你们的第一集我都看了 镜头干净利索 观点犀利 大勇干得不错 谢谢老总 彤彤 你为伊灵设计的造型非常棒 给你也记一共 可南啊 你最近的剪辑技巧 可是越来越纯熟了 配乐效果 后期包装 看得出来都瞎了大功夫 都非常地好 大老板也看了这一集了 非常非常地有信心 知道你们很辛苦 所以呢 在节目播出之后 每一个人两千块奖金 老总 我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 伊灵姐联系到了咱们本地 最大的一个服装批发商 刚刚我和那个服装批发商 联系过了 明天就可以去拍摄 我估计我们的第二期 也可以准时地出炉了 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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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联系了剧组的人员 看能不能让咱们跟场拍摄 好 只要大家能把这几期的节目 漂亮地完成 节目步入了正轨 到时候 我一定请大家去吃大餐 怎么样 好 好 但是 节目如果出了什么披露 那么大家这个月的奖金 你来出 我 不不不不不 我出得起吗 老总 诸位诸位 为了我 咱努努力怎么样 好 看看 看看我们的气势 老总您就准备钱 请客吃饭吧 依林啊 大老板特意让我转告 你的表现非常地棒 谢谢 这都是大家配合得好 继续努力 工作吧 好 依林 欣姐 听说你们第一期节目 好评如潮啊 那都是内部人那么说 还没播出呢 反正你这次回来就对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 如果你三年前没走 估计这两年的最受欢迎女主持人奖 我也拿不着 怎么会呢 您太过奖了 怎么不会啊 但是 也幸好你走了 要不然这两年 我的工作成绩单 肯定是一片空白 怎么样 有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呀 哦 对了 我一直都没机会问你 你当时为什么突然就去韩国了 是交了一个那边的男朋友呢 还是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不过你也不至于一声不响就走 为什么不跟大伙说一声呢 知道吗 本来我们还想着 为你办个送别会 当时大家都特别好奇 欣姐我可是一直都惦记你的 我想通了 所以我们还是分手吧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谈了六年的感情 这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 我现在还背了一屁股债 我还上什么班 我现在打电话我不上了 喂 吴总 我想辞职 我不干了 今天凌晨时刻 在加古区内一辆民主车车撞上路中央隔离带 目前警察和交警已经赶往现场 具体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这不是吴总的车吗 请问一下吴海滨在哪个病房啊 小姐您是哪位 我是她同事 真惨 这么年轻就死了 那么有钱那么漂亮 真是天度横延啊 听说难伤只是因为在开车时候打电话呢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撞上去了 难道真的是我那个电话导致的 H Ye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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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yea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小姐 我一直都想来看你 三年来 我一直活在自责当中 总以为那车祸是由我那电话在导致的 直到吴总告诉我 您的车祸与我没关系 我才能鼓足勇气 从韩国回来 但是 我心里边一直充满了自责 请问你是谁 你在跟我女儿说什么 您是王阿姨吧 我不认识你 你是我妹妹的朋友吗 不 我不认识贾小姐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是桑依玲永续的节目主持人 我知道 海军去韩国找的就是你 是他叫您来的 不 说起来挺惭愧的 我今天来是为了放下心里的包袱 鼓足勇气 面对未来的生活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跟我的女儿有什么关系 三年前 在蒋小姐出世之前 我曾给吴总打过一个电话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 我那个电话 是否真正导致了车祸的发生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是说 三年前那个车祸 跟你的电话有关系是吗 我不能确定 是这样的 当时我心情特别不好 然后在酒吧喝多了 我就想请假 于是就给吴总打了电话 说呀 接着往下说 爸阿姨 我觉得 不管这个事情 与我有没有关系 我都觉得非常的愧疚 我今天来太冒昧了 对不起他让您了 我要走了 我走了 喂 干嘛 行儿啊 我现在心里真的非常难受 怎么了 干嘛 我刚刚知道 车祸的发生是有原因的 妹妹她不是死于意外 她是被人害死的 您说什么呢 什么 干妈 你先别哭 到底怎么回事啊 干妈 要不这样吧 我现在过去找你 太太 喝点茶吧 放这吧 来了 方怡 开妈在吗 在 再等你 干妈 星儿 怎么了这是 出什么事了 星儿 今天早晨在墓地 你单位的同事 他不打自招 心怀内疚地告诉了 我事情的真相 我同事 谁啊 那个从韩国回来的 叫那个桑什么 桑 桑依林啊 对对 是的 她跑到墓地干什么去了 你说她跟妹妹又不认识 这天什么乱的她 哦不对 干妈 他们俩见过一面 没有 她亲口告诉我 他们不认识 怎么会见过 是 他们俩算不上认识 但是之前 这个桑依林 被妹妹打过一把仗 吴海斌 你们干嘛呢 你个臭女人 当时桑依林刚来我们公司 海斌就对她很照顾 让她当助理 又给了她很多机会 估计妹妹知道这事 心里不舒服 然后后来又不知道 他们中间有什么误会 结果她就冲到我们公司 删了桑依林一巴掌 不会的 我们家妹妹不会随便打人的 一定是那个桑依林 她做了伤害我妹妹的事情 我们家妹妹 才可能对她动手 你听我说 馨儿 今天那个桑依林 她亲口告诉我 在车祸发生之前 她曾经打过一个电话 给海斌 你明白吗 就是因为这个电话 让我们家妹妹 对海斌不依不饶 要不然车开得好好的 怎么可能发生车祸 可是不对啊 干嘛 你说车祸发生的时候 是大半夜 你说这桑依林大半夜 给海斌打哪名字电话 是不是 她亲口告诉我 她就是打了这个电话 她喝多了 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呢 毫无疑 她就是害死妹妹的叔叔 妹妹的死 就是跟她有直接关系 我不会放过她 我得让她坐牢 我得替我的女儿讨回公道 等来 先别着急 可是这事儿单从法律上讲 这一通电话也没法定她的罪啊 撑死了追究她一个道德上的问题 法律追究不着 法律追究不了我来追究 好 桑依林 我看到时候你是怎么死的 老公 你说 你干嘛呢 你别看我 我跟你说一正事 我跟你说一正事 你看你这 情绪这么高呢 你知道吗 今天桑依林 被我干妈抓了一正着 什么呀 就抓了一正着 你说她这人逗不逗啊 她今天一大早 自己跑到眉眉墓地去了 结果干妈也去了 俩人就壮见了 结果呢 今干妈这么一问 她居然承认了 美美死的那一刻 她给吴海斌打电话呢 什么 那车祸不是发生在半夜吗 说得是啊 你看 你也想到这一点了是不是 等着看吧 我就看这桑依林啊 她怎么收场 我看你还真有点幸灾乐祸 行了 行 你别掺和了 我看海斌跟桑依林之间啊 好像没有什么 没准碰巧了 一个突发事件 她正好给吴海斌打了个电话 再说了 这美美死了已经三年了 你就别追究这事了 而且这干妈身体又不太好 你说你这样一分一起 再把干妈给气着了 我这哪是在气干妈呀 我现在正是在帮干妈 你这哪是帮啊 行了 我真搞不懂你们女人 这真是三个女人一台戏 你真搞不懂 你搞不懂的事多了去了 我告诉你 你等着吧 等着看好戏吧 怎么了 回来 说话呀海斌 我让你到家还来上班 又不是要你的命 你怎么这么痛苦啊 妈 那经商我真不信啊 我是学媒体出身的 您让我谈生一起 那不是添乱吗 那什么东西得从头学啊 你来都不来怎么知道你自己不会啊 你说我以前过的什么日子 妈妈成天就是喝茶购物 我什么都不管 要不是明明她爸走了 把公司留给了我 到今天我过的还是清闲日子 可那不一样 妈 那爸在的时候 您天天在这跟前耳闻木然的 可我不一样 我就是个外行啊 不行不行海斌 你必须要过来 你过来了我慢慢教你 实在不行 你可以读硕士 全球任何一所学校 你随便挑 你说你要不过来 将来我的家和留给谁 妈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想让我把家和公司送给别人 不是 我不说了吗 我是怕添麻烦 你不来才添论 行行行 您您先别生气 好吧 您让我想想 您看这样行不行 您别让我刺激永续的工作 我答应你到家和来帮忙 好不好 那你确定两边你都能应付得了 照顾得到 那为了您我拼了呗 这个你说的啊 妈妈我可没有逼你啊 海斌啊 我真是把你当我的亲儿子看哪 明白吗 你必须要过来 那咱就这么说定了 您放心吧 这下我就放心了 海斌 我相信你不会让妈妈失望 也不会让妹妹失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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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啦 嗯 敢押她上架 走马上任了 刚才王阿姨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 说他在国外谈的那个 韩国财团的项目 现在由我们俩负责了 好啊 你说我能负责什么 你们这件事我什么都不会 我真觉得自己是来给你捣乱的 慢慢来吧 对了 那你永续那边怎么办呀 没办法 两条跑吧 请坐 我 你坐 我这儿挺好 那我去找人给你安排一个办公室 不用不用不用 我就坐这儿 来吧 我呢 就是来当个小学生的 咱们从头儿学起 好 那我就从ABCD开始教你 好 我 我一进来 我一定要排除你 我一定把你走 我一定要把你带回来 没有 就到你